我抛一个假 假设 就是如果是一个 比如那次同样一个马路上 我有的车是自动驾驶的车 有车不是自动驾驶 那会不会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安全的 一个不确定性 但是如果这个车全部都是自动驾驶的车 然后如果比如那次自动驾驶技术的底层 又可以做一些打通的话 那这个安全性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确定的 会不会有我说的这种情况 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 就是我们想象一下 就是说全是自动驾驶的车 其实它的整个 我自己认为 就是它的整个交通效率是会提高的 甚至有时候红绿灯都不需要 对因为为什么 红绿灯其实是给人开车用的 你想想如果是自动驾驶的话 它知道整个路网信息 然后包括这些车辆的这些 如果是车车互联互通的话 其实它就真的根本不需要红绿灯 确实确实 对所以它就会带来整个基础设施一些变化 但是回过头来 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说自动驾驶和人机共驾 或者说人开车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未来还是共产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话 确实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那这里边就对我们这种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公司 要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命题 就是说自动驾驶和人机共驾驶和人机共驾驶和人机共驾驶